好来看到台东凤梨世家外销售组的问题 18号在台东县议会是延烧 虽然县长罗庆林当面向农委会主委呈吉仲提出自行组团 与中国大陆谈判的想法来解决问题 却不被中央认同 那副议长林宗翰与陈鸿宗 郑岗山两位议员 对中央做法不满 也希望县府及早规划帮助农民行销 凤梨世家产季即将结束 新的产季转眼就到 为了解决外销的问题 县长老庆林17号向农委会主委称吉仲 提出自行组团与中国大陆谈判的想法 但却不被认同 18号多位议员在定期会中 特别关心今年底凤梨世家外销的问题 今年我们现在出来的 我们的行销计划有定出来吗 目前为止 之前我们的官长也有 跟陈其中在反映这件事 就是官长也有诉求我们两个 第一个我们接下来的这些行销也都要做 官长也希望农委会那边有法 就同意我们台当这边成立一个NGO 直接来跟台中那边谈 这部分我们看到的 因为我们也在这里 所以每天的部分在反映是说 陈其中这边是不正是不答应的 两岸的政治人物的主张 因为历史的包袱 历史的因素 我们可以对政治的主张 政治的立场 有所不一样的建议 但是两岸的百姓的富足 生活的水平提高 应该是两岸领导人物最需要重视的 那厨长 我们果农现在怎么样的反应 我听说你们昨天果农也是抗议 然后县长跟这个好像要加入 要以一个NGO的组织来行销 但是好像我们与会的中央官员 好像是未知可否 留下一点疑惑 我们可以告诉对岸 如果说我们真的有能力的话 以个人的这个 以这个民间组织的力量的话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用重新的检验的这个程序 跟品质的保证 再次的把我们的风力是这样能够打到 我觉得奇怪 全世界的国家都急着跟中国大陆做朋友 把这个送去13亿人口的市场 可是我们台湾好像不太喜欢 做这个事情 都是留下来自己吃 也吃不完 你们想尽办法为什么 对岸因为借口床 而不要我们的呢 那我们怎么去防范 我刚刚非常说用喷的 除了用喷的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果等到疫情真的减缓了 可以出门了 那我们怎么样 来一起去帮农民 重新推出去嘛 是不是 因为 中央与中国大陆至今各说各话 对新产季来临时 对凤梨世家外销中国大陆 不抱希望 也要求县府要提早规划 超前部署 记得潘俊尔台东市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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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